高山協作員在玉山登山口 大約六百公尺的地方 巧遇了一隻長宗山羊 山羊站在前方的樹上 喊高山協作員大眼瞪小眼 長宗山羊低的人看 還不忘吃幾口葉子 高山協作員慢慢的往前走 長宗山羊好像是突然驚覺 雙方的距離太近 瞬間一個旋轉跳躍 就差這麼一點點 高山協作員就要和長宗山羊 零距離接觸 長宗山羊跳下樹之後 還往前跑了一小段 站在路邊回頭繼續看著高山協作員 最後是跳下憋迫離開 這段影片雖然不到一分鐘 但是長宗山羊可愛的樣子 讓高山協作員好難忘 上個月底也有民眾 在阿里山的圓潭生態園區 發現了一隻剛斷奶的小長宗山羊 能夠這麼近距離的觀察到長宗山羊 機會可遇不可求 林業鼠的嘉義分數指出 臺灣長宗山羊是本國的特有種 通常單獨活動 有強烈的領域性 建議民眾如果遇到了保持距離 比較不會驚嚇到他們影響生態 三零新聞廖高雄何正鳳嘉義報導